位於九龍堂的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華爾爆發急性腸胃炎 校方星期四發通告 說有44個學生因為嘔吐和腸胃不惜請病假 衛生防護中心視察後 初步認為急性腸胃炎 和遵食共同食物或飯盒無關 已經排除食物中毒的情況 剛巧巧 學校的五線供應商 正正是之前捲入食安風波的活力午餐 校方已經要求供應商化驗星期三的飯盒原本